大家好 三號風球 現在下午五點半 有時舖子升了還是跌了都搞不清楚 有間舖子成交了790萬 旁邊的角落就成交了755萬 我就覺得比較漂亮 但究竟哪間漂亮哪間差點的時候 又比較一下 先看看 這個琉璃街 一吋油就是這個英王島 在這裏 自洗王國 我和你報道過 當時是一間法郎 現在變成一個自洗王國 成交了755萬之前 但現在是旁邊的 對正這個燈口位 現在叫做AblePro AblePro AblePro 不知道要做什麼 先坐去看看 現在整個大廈 這個成交了790萬 790萬 確定了 兩間都很細間 門闊一點的時候 都大約9尺10尺 深夜大約9尺10尺 兩間看當然自洗王國好一點 因為其中環境位 廣角效應大很多 但這個AblePro的時候 那它做什麼 我不知道做什麼 但這間就去拆成交了 790萬 先看看看看 這個是樓梨街 樓梨街很多的食肆 那邊就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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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食肆多 這個英雲道 這個英雲道 比較吊腳一點 就比較少人行 這次是說這間 AblePro這間的店鋪 道理基本之外 你聽聽說是 你站回去 那麼 細量面積大約85尺 因為這間店鋪的時候 門闊9尺4吋 深大約9尺 後面呢 它就建了一個自建角 這樣 獻中面積 你就當它85尺 實用80尺 之前是一個物業代理 現在就做了這間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其實有些藝術品 就放在裡面 那住宅成交了790萬 這個樓梨就說了30年 原本業主 92年用54.8萬買入 13年曾經成交了一次 13萬 但是取消了家 如果沒有取消家 那就虧了大半 13年就是高峰 作為一個成交比較 這個洗衣王國的時候 就曾經是2020年的時候 就成交了755萬 註冊 兩間看到圖籍 上面的計算差不多 之前是一間法郎 一減再減 總之就成交了 這間就買得便宜 這間就買得便宜 始終這間是一個廣告效應位 拍過來這邊的時候 這邊就有英王道 轉進去的時候 有很多食材 食肆 這樣做法 再來一個成交比較 這個女西依 這個位置 曾經成交過 17年3月份的時候 上面只有1886尺 曾經成交過 970萬的這個位 今次說這間 就成交比較 755萬 這間就說790萬 註冊 兩間一比的時候 這間 雖然你說曾經 1300萬買入 cancel了交易 跌了下來 但相比旁邊的店舖 你問到二選其一 當然是這間 這間漂亮 這間 這間755萬 這間道理上 就不是755萬 這間道理上 就600萬 但不知為何 就成交了790萬 不斷悲 三大優勢 這位置始終叫做 對正的過馬路位 7、8、2萬 你想怎樣 說到街鋪最小馬 這裡也有些人走走走 雖然未必停 但也有些人走走 當我買法廣告板 另外 天候的時候 你投資消費力都強 但注視行的時候 有沒有來去水 我就懷疑這個 一望內 就覺得應該未必 有來去水 變成了可以做 服務性行業 就像這些 放一些精品 藝術品 就OK 但是不斷悶 在水邊 所以感覺 5、4、10元 一分手手 這個位置 做一些地產店 做一些什麼 可能一些 一間店舖 放在這裡 招呼人客 都OK的 我明白的 旁邊這些全部 都是一些餐廳 晚上的時候 都有人經過一下 容易比較黑色 唯一這個位置 對面原本是一間酒店 但現在就 暫時 我不知如何 內部裝修維修 我覺得 5、4、10元 早上一分手手 790萬 都OK的 結果5點分位 一分錢一分手 做完的 做完的 一分手 偶像 那把 唯一 無敵 無敵 搭 舟 感谢观看